台北市议员选战年底马上就要登场了 在国民党内竞争 尤其是在北市的部分真的是很激烈 第一梯次的登记参选 昨天下午截止 总计有23个人完成登记 中山 万华 还有松山信义区的新人都是四抢一 不过呢 在松山信义区这个地方 很可能会因为人口流失减少一席 七连霸的老将陈永德 现在有意要礼让新人不去登记 好 不过市党部决定暂时保留该名额 好 陈永德他也笑说了 如果用真招的话 他会好好想一下啦 还要来关心的是台北市长柯文哲 打算要力挺黄珊珊来接棒 不过议员爆料陆英党 民进党出身的台北市劳动局局长陈信义 在查会当中 竟然是公然拿出了标案要求工会 必须要支持黄珊珊来选市长 当然是立刻引发了争议 好 黄珊珊他的亲哥哥黄树光 更被起底了 其实一路得到了总统蔡英文 特别拔着当了参谋总长 因此现在蓝军很纳闷的是 为何绿营特别照顾力挺 黄珊珊一家人呢 哎呦 不要 不要再跟了啦 台北市长柯文哲被媒体一路追着跑 因为第一下劳动局长楚打包 被录影指控公然拿标案 恐吓常商要支持黄珊珊当市长 难道真的是利用行政资源 吃相难看恐吓场上吗 黄珊珊看到媒体一路狂躲 但当事人说自己没有错 狂挺黄珊珊的陈欣瑜是死中民进党 过去曾任职高雄市政府 而黄珊珊的亲哥哥黄树光也被起底 过去不过是海军副司令 蔡英文2016年一上阵 黄珊珊的哥哥是第一位被核定晉升的二级上将 也是蔡英文第一位直派赴美访问的将领 2020年小英更拔着她当财谋总长 绿营从上到下为何对黄珊珊一家爱护有加 讲完安出来之后黄珊珊分走更多的票 那我绿营拿下台北市长的选举宝座 这不是政治算计 这是计算计算计 黄珊珊惹出的政治风暴 让柯文哲一路被轰 柯市长现在的心态就是 我就烂笑骂游人 你奈我何 就是我叫烂 你要怎样 那我承诺说这个是这样 我们就把整个案子送给郑东处 该我们要处理的 我会处理的给大家一个交代 柯文哲的背询因为黄珊珊而喊咖 但民众更纳闷 表面上挂着亲民党的黄珊珊 为何民进党会如此 坏他一家 民进党在市议员的初选登记 来到第四天了 不过六都首长的人选 到现在都还没有定案 好如果以台中市来说的话 声望很大的 蔡奇昌跟何欣纯 至今都还没有松口表态 反而是前台中市市长林家龙 他的子弟兵王毅川 已经大声跳出来说 他要参选了 当然在这母鸡人选 都还没有出炉的情况之下 绿营的议员曾曾朝荣 他就说了 议员的人选都已经慢慢底定了 但是首长的人选还没有出现 一定会让新人们非常担心 民进党市议员党内初选登记第四天 立委何欣纯三度陪同 从自己服务处到邻居的登记 统统不缺席 积极程度让外界解读 是绿营在台中的母鸡 换个区域看 海线扛把子蔡奇昌 声势同样不小 但两人至今还没松口 反而是前台中市长林家龙的子弟兵 王益川自信爆棚 先表态 说要跟卢秀燕搅住下一届包座 有自信可以击到燕子市长 绿营的招数让人捕傻傻 他们这些党内在吵什么 我们看不懂 然后是玩哪一种把戏 我们也不知道 面对大选各界摩拳擦掌 但绿营母鸡至今还没现身 基层明代能接受吗 基层大家也非常的期待说 就赶快来决定让我们的这一个小鸡 有这个强而有力的母鸡来带领 像我们资深比较久的一眼 或许在整个组织人脉 在整个运作上面 我们都能够单兵作业 有一些新人 他们当然他们没有选举过 对地方也不是很熟悉 像现在他们如果已经出选 通过了市长还没有产生的话 他们一定会非常的担忧 没有这些母鸡来带动 相信新人会非常的恐慌 从派系到登记 民进党的母鸡到底在哪里 外界睁大眼睛看 在台中综合报道 好 到底谁能够在2024年的时候 当选总统呢 这一回是时事评论员唐湘龙 他大胆做了预测 他说如果是由新北市市长 侯友宜出马的话 那么民进党应该提早准备 再办后事了 好 真的是如此吗 我们来听听看各方的说法 2024大选下届总统会是谁 由鸣嘴自封台湾神童 预言就是他 侯友宜的存在 会让民进党的2022跟2024年都白打 侯友宜如果要选2024年 下一任的总统就是侯友宜了 如果侯友宜要选2024年 民进党应该提早办后事 侯友宜是一个民进党 没有办法处理的对手 但没鸣嘴点名的侯友宜 难道也这么有信心 一定赢 侯友宜真的超强吗 也瞄准2024的柯文哲 不想回答 市长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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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在政坛打滚40年 也想选总统的赵绍康 认不认同侯友宜真如预言这么强 我不知道耶 当然就要问侯友宜 侯友宜长期来谁都不想得罪 对蓝绿几乎等距 这是否代表2024有优势一定狂赢 讲法未免也太夸张了 侯友宜现在 虽然民调支持度非常非常高 等到他真的出来选总统的时候 民进党难道不会铺天开地打他吗 国民党又真的 所有人都完全支持他吗 还有两三年的时间 这种讲法是有点过分的乐观 政治轨迹多变 别说2024 连2022现世选举 各党都没人有把握 说自己一定能赢 记者李英伟李选台北报道 台北市市长选战即将在年底登场了 台湾指标民调23号公布一份 台北市候选人最新民调指出 可以看到蒋万安的部分 32.1% 陈时中31.5% 黄珊珊20.3% 蒋万安还有陈时中 他们的差距是在三个百分点的抽样误差当中 至于黄珊珊 她现在整个民调数字不断的在攀升 因此资深媒体的董志森认为 这是民进党捧山保陈的弃保策略 好只要黄珊珊多一张票 那么蒋万安就会少一张选票 而且她也痛批了 柯市府用行政资源 帮黄珊珊在辅选很不公平 代表清民党又代表台湾民众党 就是柯文哲的白色力量 那这个感觉上实力就很强 现在全台湾谁最帮黄珊珊在辅选 在帮他打气的 就是民进党那这非常清楚的把你打高 你就一定会来选 你来选的时候我们在每天吹捧你 你拿一张票的话 蒋万安就少一张嘛 那我们有这个民调你可以看到 当然蒋万安现在就比较低了 对不对 所以有人再去放话说蒋万安不行啦 应该让赵超康来选啦 这是这两天的话题 那为什么要讲赵超康 因为赵超康过去选给我失败 那赵超康再怎么讲都比蒋万安强 就会让你觉得说蓝金很多人就觉得 对这样喔 那如果再搞家康的话到时候 黄珊珊这边又会被吹说 他比蒋万安强 应该去蒋万安投黄珊珊 这是进入选战以后 绝对会走这一招啦 那现在我们看到黄珊珊他们 跟民进党他们默契的这种气保是怎么样 要气保蒋万安 那蒋万安当然不可能被气保 那蒋万安只要拿百分之 他再怎么烂至少也有百分之二十五的票 二十五的票黄珊珊你不可能当选 所以选了当选了还是民进党 这就是策略嘛 那我来看这民调 其实这民调的起起落落就是 他们现在操作的情况方式 那黄珊珊又现在 柯文哲市府他就是极其无耻的去用他的市府资源 来挹注他们的市场人选跟议员人选 非常让人家觉得不可思议 这请大家公平一点嘛 你为什么可以动用那么多台北市政府的资源 那你要给外界一个交代嘛 你柯P不是标榜你是干干净净 你是素人政治吗 没想到素人会被我骂到说 你怎么这么不要脸 这里头跟一般的XO酱不一样就是 他用料食材真的是五星级来 其实就是你可能烫个青菜 然后你就加一点干贝酱 或者是炒饭的时候加一点干贝酱 其实就很够味了 来五星级料理到快点够就可以买得到 有需要的朋友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来分享资讯了